一开门拿没气味 这个可磁壁子 那浓度大得很难到手中一点 去下了 这都是喝啥了 那该一饱 整个楼就饱了 近日河南郑州正7街12号 一栋居民楼内发生了天然气泄漏 家住隔壁楼的初一学生李承泽 刚下补习班路过的时候 闻到了气味 到那个门洞的时候 闻到这个味道感觉很难受 很难闻很刺鼻 当时他人夸你闻闻看 有没有这个天然气味道 维吻也闻见了 把情况报给门妹 秦大爷和父亲后 三人挨家挨户敲邻居的门 排查疏散 十点多了 他瞧我的门 他现在来看你瞧我咋做的 他说的 好像一旦有这个门气泄漏 咱们就说这个楼气有一股味道 然后就看是不是天然气是哪 就是漏气了 一开门呼呼一下 人家头都很晕了 三楼四楼开始瞧门 开始一家漏气了 二楼东湖 我们实际上他们才把门开 卸露程度无法控制 众人拨打了110和119求助 李承泽又跑了出去 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 疏散及时 现场没有人员上网 本台记者编辑报道 谢谢opic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打赏打赏鞋